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這個玻璃工廠其實是一個算古董 為什麼從民國五十幾年就開始蓋 所以它是一個台灣最很標準的一個玻璃工廠 說到標準就是因為它是個鐵皮屋 然後屋頂相當的高 而且它的特殊的地方除了是屋頂高鐵皮屋之外 你看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我們的廠房比較特殊 玻璃的顏料相當多種 細紗、純鹼石會有的 這只有佔了百分之九十左右而已 因為玻璃是在高溫一千三百度之下融合在一起 所以裡面的話會在所謂的氧化進在裡面 就是我們燒玻璃的窯爐 24小時不關我的窯爐都在那裡 你看看那個氣候車 那剛才是蓋起來現在已經打開來了 那前方這一個另外一個爐子有聽到聲音的 這是個加熱爐 如果我們這邊 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有一個火吹DIY 還有一個師傅的表演 鎖在這個場區 那先示範的是火吹DIY 認證的方法方向 所以如果政府有活動 一定會交往人道進去 這是一關鍵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變成轉型 就是介紹這一門技術 然後讓我們家來體驗一下吹鍋裡 往旁的DIY 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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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到田裡工作 要拿出口 然後帶著牌子 牌子你看這牌子很可愛的 牌子帶著一個愛健繁寶的一個種子 這腐蜥整個的 然後這下面就是有苗栗 苗栗有一個 先鋪大腳 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 食品和食安的問題 反保和健康的訪問 所以我們公司做了三十億年 我們代工客戶是有上百多家的 我們也有上百多種商品 商品有行銷四十六億多家 第一個還有最重要的 是反保的包產 也是台灣唯一的插著一個管管工廠 所以我們自己還把文化和體驗教育 把它農在裡面進去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是打造的吃、喝、玩、樂、學 你看這些 我們在樓上有 還有一個台灣民俗文化文章發明碗 你看這些東西都是小 也都是劉老師的畫 那劉欣欣老師呢 把它所有的畫畫 都有做成給我們 再擺成文化一點 也要感謝政府 給我們做一個那麼好的加入道 來臨下來最方便的一個花工廠 大家知道 我剛才講反保的事 我們反保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考慮到 有時候我們找茶包 你看我們的茶包來講 就很注意一種 是不是我們是跟英國和多國人 來做一個反保茶 它沒有樹葉金 就是用意味做的 遙遠的想法 照顧 黃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